詞曲 李宗盛 雖然 道路崎嶇 困難陷阻 但我 心中知道你 一句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 胆子中胆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牵着我 大象为我冒开 大海游泪出来 我要大声宣告 也许你 一句都在 你受伤的冰痕 彰显示这家大海 我要大声宣告 也许你 一句都在 你一直都在 虽然道路崎岖 困难陷阱 但我心中知道 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 胆子中胆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牵着我 大象为我冒开 大海游泪出来 我要大声宣告 也许你 一句都在 你受伤的冰痕 彰显示这家大海 我要大声宣告 也许你 一句都在 要大声宣告 也许你 一句都在 你听话 让我明白 你爱我永不肯改 你抱手 我一心怀 紧握你双手 不放开 我 我明白 你爱我永不肯改 跟你抱手 我一心怀 紧握你双手 不放开 大象为我冒开 大海游泪出来 我要大声宣告 也许你 一句都在 你受伤的银行 彰显示这家大海 我要大声宣告 也许你 一句都在 我要大声宣告 也许你 一句都在 我要大声宣告 也许你 一句都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小朋友好久不见 我们相信这段时间因为很多的原因 你们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当中 但没有关系 从现在开始老师们会透过影片 在网路上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祖 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 一起来赞美他 帮你大家一起来 李总 这里 千多多指甲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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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正 敬礼 谢谢大家 大家早安 请大家同桌上站立起来 让我们一起来进步 117 9 2 或继续 1 3 女生心神奇地生 時光中刺下光滑 在裡面的每天天兒 每個地區都是在阿門 一片一片不停地來 時光天地可以成像 一片片的海 所以不要 別死 因為這不停地來 時光 只要每個乾的地區 都會全身有 全身有 你來開場喔 女生心神奇地生 時光中刺下光滑 在裡面的每天兒 每個地區都是在阿門 一片心神奇地生 時光中刺下光滑 在裡面的每天兒 每個地區都是在阿門 我來 明星神奇地生 時光中刺下光滑 一片一片不停地來 時光中刺下光滑 我來 時光中刺下光滑 都會無謗 楓 楓 鐵滿一個地區就是在阿門 在裡面的 Purī ng'. 從 booth 正说明了 楓 梓燕 這一片不停地來 有 必遭地山須 今天不停地去 時光中刺下光滑 一片片 regard 明星神奇地生 時光中刺下光滑 今晚每个家人一起 都完全成就 所以我爱的表情 给每个不平安心 直到每个家人一起 都完全成就 所以我爱的表情 给每个不平安心 直到每个家人一起 都完全成就 所以我爱的表情 给每个不平安心 直到每个家人一起 都完全成就 成就 将天散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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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稣是我们的开工者 他是帮助我们的神 神是力量的神 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 当做一个祷告 来感谢他 在胸里你正在用心 我亲爱你 在胸里你正在用心 我亲爱你 我亲爱你 你为我爱你 在胸里你正在用心 我爱你 在胸里你正在用心 我的天 你为我爱你 你为我爱你 在胸里你正在用心 在胸里你正在用心 我亲爱你 我亲爱你 在胸里你正在用心 我亲爱你 我亲爱你 你为我爱你 你为我爱你 在胸里你正在用心 我亲爱你 在胸里你正在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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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爱你 我亲爱你 在胸里你正在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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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梦味 Moi 在胸里你正在用心 有福 Lad is who you are Lad is who you are Lad is who you are 阿爸这时候我们就一起拿到自己的名字 尤其所有的伙伴和以上的名字 我们相信一件事 就是神啊 祢是神迹的神 祢是医治的 祢是保护 我们一起立刻 亲爱的耶稣 我们谢谢祢 在今天的早晨 我们向祢感恩 可以在每一个时刻 我们把我们的心交通给大家 求祢保护我们 看顾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 真人意识 祢就是那位全本的上帝 谢谢耶稣 与我们同在 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 保护的圣灵 一起说 阿妹 孩子们 又到了我们说故事的时间了 下个礼拜 你有一起来听我们的故事吗 然而呢 在今天的故事之前呢 我们先来想想看 这个月里面 我们到底听了什么样的故事 教导我们什么样如何去爱 首先呢 在第一周的里面 我们认识了亚伯拉罕 以及他的子子罗德 他们因为分土地的事情 因为亚伯拉罕愿意让出 让罗德可以先选择 以至于他们的家庭呢 就可以成为很和睦的家庭 都没有人生气哦 除此之外 在第二周里面 我们就看见了提摩泰 爸爸妈妈 把他教导得非常的好 以至于呢 在人的面前 从提摩泰的身上 可以看出耶稣的爱 耶稣的好榜样 所以我们也可以成为 这样的好榜样 除此之外呢 在上个礼拜 我们过了一个很快新的节日 叫做母亲节 你有一起看我们的表演吗 在这个表演当中 都是孩子们 一起来表演给妈妈 还有爸爸看的 在这个剧里面呢 我们要学习一件事 就是爱人如己 这是最美的礼物 当我们懂得爱自己 也懂得爱别人的时候 尊重别人 真心的爱别人 甚至是陌生人 我都懂得爱他的时候 你的爸爸妈妈 会为你感到非常的骄傲 这就是最棒的礼物 然而今天呢 我们要来看一份 上帝永能不变的爱 今天呢 这个故事里面呢 要教导我们 有很多很多 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东西都不一样 会一直改变 然而呢 有一份是不会改变 叫做上帝的爱 我们先来玩玩这个游戏 有年龄 头发的颜色 还有年级 脸 还有跟朋友的关系 想想看老师出的这些题目 有什么相关联 他们有没有什么都一样的 嗯 啊 我来提示你们好了 他们都会改变 想想看我们的年纪会不会改变 会呀 老师以前生出来的时候还是小baby呢 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 你以为老师的头发原本就是这个颜色吗 没有 我是小baby的时候是黑色呢 现在你想要灰色 咖啡色 红色 紫色 只要进去法廊 告诉设计师 他就可以帮你变颜色咯 嗯 还有一个 叫做脸呢 脸呢 有什么不一样 哎呀 我是小baby的时候 我的脸就又眯眯 但是呢 你有没有发现爷爷奶奶 年长之后 脸就会有纹路啊 那是岁月的痕迹 也是智慧的痕迹叫纵纹呢 脸就长得不一样了 跟朋友的关系 你一年级的朋友 现在三年级 还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有些人已经换了呢 是的 在这些东西上面呢 他们都会改变 在这些改变当中 你觉得有些改变心情会很好 有些改变心情会不好 例如 嗯 头发变很白很白 你会开心吗 哇 好多爷爷奶奶都去把头发变得很黑 因为看起来很年轻 所以呢 头发变白 他们不喜欢 有些人呢 是很开心的 因为从胖胖的自己 变瘦瘦的 哇 肌肉都出来了 就很喜欢这样的改变 有些改变你会喜欢 有些改变你会不喜欢 想想看 还有哪一些改变 在你的生活呢 嗯 嗯 最简单的 今天早上出门 太阳还很大 可是晚上的时候就下雨了 有些人喜欢很好的太阳公公 有些人喜欢下雨天 都是不一样的 可是因为这些改变 有可能心情不一样哦 然而在这些不一样里面啊 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变 叫做上帝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 然而上帝的爱不改变 对我们来讲有什么不一样呢 今天老师要告诉你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当中呢 有两位帅哥 一个是哥哥 一个是弟弟 重点他们还有一个超级棒的爸爸哦 这个爸爸对他们的爱 真的真的让老师觉得一级棒呢 可是呢 等一下你们就用你的小眼睛 好好的看看故事里面 他们的心情如何 东西都改了 但是呢 有一份爱是不改变的 如何来影响他们呢 我们一起来看影片吧 是最初的外国 的时候 就会上瘦见到一个比赛的金钱 在近期间的金钱 这个年轻的金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 persuaded a local farmer to hire him, and the man sent him into his fields to feed the pigs. The young man became so hungry that even the pots he was feeding the pigs looked good to him, but no one gave him anything. When he finally came to his senses, he said to himself, At home, even the hired servants have food enough to spare, and here I am dying of hunger. He wasted everything his father gave him. While he had the job of feeding the pigs, the young man became so hungry that even the pots he was feeding the pigs looked good to him. But no one gave him anything. Finally, he came to his senses and said, My father's workers have plenty to eat, and here I am starving to death. I will go to my father and say to him, Father, I have sinned against God in heaven and against you. I am no longer good enough to be called your son. Treat me like one of your workers. But when he was still a long way off, his father saw him and felt sorry for him. He ran to his son. And he hugged and kissed him. Hurry and bring the best clothes and put them on him. Give him a ring for his finger and sandals for his feet. Get the best calf and prepare it. So we can eat and celebrate. This son of mine was dead, but has now come back to life. He was lost and has now been found. And they began to celebrate. 看完影片了,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哥哥跟弟弟呢? 猜猜看,这位是哥哥还是弟弟? 哎呀,看完今天的哭哭的爸爸, 你就知道这里是弟弟. 没错,一开始他分道财产,非常开心. 然而离开家之后, 过着很苦很苦的日子, 不止爸爸伤心, 他也变得越来越不开心. 影片当中还说到他过得很辛苦的时候, 都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还吃什么动物吃的东西啊? 是小猪耶! 哎呀,连小猪都不准他吃他们的东西, 甚至他请求别人给我一点东西吃, 别人也都不理他。 他的心情从拿到很多财产, 很多钱钱出来花的时候, 很开心, 到回去的时候, 面对自己肚子很饿, 大家都不来帮助他的时候, 他心情很低落, 直到直到他再次在那里休息的时候, 才发现, 其实我可以很勇敢回去找我的爸爸, 然而在回去的时候呢, 他想到的是, 爸爸有很多的工人耶, 那我现在怎么在做别人的工人啊? 我忘记我是爸爸的儿子了, 哎呀, 其实我回去做爸爸的工人也可以, 就算爸爸很生气, 不想要我当他儿子, 我也是可以接受, 我只想要回爸爸的身边, 猜猜看, 爸爸有接纳他吗? 有耶, 爸爸不只给他穿上上好的衣服, 鞋子, 还戴上了金戒指, 甚至杀了家里最棒最棒的牛, 给他吃呢? 大家都来欢迎他, 而且还吃了一个party宴耶, 所以大家都很快乐唱歌跳舞, 只为了迎接他的回来, 在这当中你发现了吗? 人可以从很有钱到很没钱, 人的心情可以因着很开心, 也可以到很伤心, 我们也可以从充满盼望到失望, 然而在这当中, 有一件事可以真正的把人可以带回来, 有些人离家出走了, 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他们的心情变好回来呢? 这是一份永恒不变的爱, 就是像这位爸爸一样, 虽然儿子出去了, 他的心还是爱他的儿子, 就算他花光了财产, 回来了, 他的心还是爱他的儿子, 在他的心里面永远都不改变, 就是他是我的儿子, 我永远爱他, 除此之外, 这也是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 那我们今天来一起看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一起念好吗? 我念一句, 你也可以来念一句哦,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山里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瓷心, 抱着他的颈项, 连连与他亲嘴, 接下来欢迎咯, 嗯, 接下来是,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子戴在他的指头上, 把鞋给他穿在脚上, 把那牛肚呢, 先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爸爸的心就是如此, 只要是孩子愿意回来, 他们都愿意接纳, 那我们来看看咯, 你有爸爸, 你有爱你的妈妈, 有爱你的阿公, 还有爱你的阿嬷, 还有爱你的好多人咯, 我想问问看, 当你做错事的时候, 这些爱你的人, 仍然会接纳你吗? 他们会不会原谅你呀? 例如, 我们做错事的时候, 当你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爸爸妈妈就容易原谅你呢? 哎呀, 通常就是说, 对不起, 我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 而且我发现, 我下次不应该这么做的, 嗯, 那天老师就看到了一个小朋友, 从很高的地方溜下来, 因为他觉得很帅耶, 站着溜滑梯, 然而他就马上被惩罚了, 于是呢, 爸爸妈妈就很生气的处罚了他, 但是他想了想, 爸爸妈妈是爱他, 还是爱处罚的人啊? 原来是爱他的人, 因为爸爸妈妈怕他这样摔倒之后, 头破血流, 还不是更痛要去看医生吗? 很多的时候, 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爱, 甚至给我们的处罚, 是为了我们的保护, 因为在心里面, 他就是想要保护你, 想要爱你, 不想要你受伤, 想要你安安全全, 快快乐乐的溜每一个溜滑梯, 玩每一个游戏, 在他们的旁边, 那我们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啊, 老师也要向你们承认, 我有犯错的时候啊, 小时候, 我也是有打我姐姐, 而且打到她的头都流血了, 跪在地上, 然后还要送音乐, 然后我还被处罚呢, 然而在这些犯错之后, 你要相信一件事, 错不会永远在那里, 有一件事, 有一个人一定可以原谅你, 叫做上帝, 上帝的爱可以接纳你, 只要我们不要再做了, 只要我们知道我们错在哪里,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告诉说, 上帝我不应该再打姐姐的头, 而且我不应该很生气的时候就打人, 哇, 我就发现, 上帝说我可以生气, 只是上帝说, 不要用打人的方式, 因为姐姐会受伤, 哇, 我就发现, 对耶, 我不用一直觉得很抱歉, 我知道我可以生气, 但是不可以打别人, 哇, 上帝就教导我, 并且我就再次在上帝的怀抱当中, 我仍然觉得我很可爱, 我仍然觉得我可以爱姐姐, 我仍然觉得跟姐姐玩, 不会觉得好奇怪, 姐姐会不会讨厌我, 因为我知道我真实的做了对不起, 我也真实的跟上帝说, 我不要再做了, 所以不论在任何的情况当中, 上帝都爱我们, 而且还会原谅我们, 也教导我们原谅别人, 当我自己被原谅了, 哇, 我就有能力可以来爱别人, 来原谅别人哦, 你下次呢, 也可以试试看, 当你对一个人很生气, 不想原谅他的时候, 想想看, 你上次被原谅是什么时候啊, 如果你真的觉得我还是很生气, 那么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件事, 你可以想想这个故事, 你可以想想像上帝怎么爱那个跑出去的小儿子呢, 他就可以这样的给你有气, 去爱那个你可能觉得现在觉得不可爱的那个人, 每个家庭呢, 都有不同的问题, 我们要让家庭变得更好呢, 我们要带着温柔的心, 如果你觉得你很需要温柔的心, 你可以来向上帝学习, 就像这个爸爸一样, 他有个温柔的心, 来迎接他的孩子们回家, 我们的行动呢, 上帝爱我们, 饶恕我们, 原谅我们, 我们就有能力, 也可以学着上帝一样, 当有人冒犯我们, 欺负我们, 让我很生气的时候, 我可以试着原谅, 甚至原谅的很高端的厉害的是什么, 有些人原谅到, 他还可以帮他祷告呢, 上帝他是不可爱啊, 但是我相信你还是有他, 造他可爱的地方, 甚至还帮他祷告呢, 如果你也可以为那个不可爱的人祷告, 你一定要来告诉老师哦, 老师觉得很棒, 你也可以成为我的好榜样, 今天呢, 我们的金句是, 爱上帝的, 也爱弟兄, 这是从上帝所受的命令, 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 爱上帝的, 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 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 你可以跟着我念一遍吗? 爱上帝的, 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 哇, 这个弟兄呢, 不是只有男生哦, 是所有上帝创造的男生女生,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你所遇到的, 你都有能力来爱他们, 接下来呢, 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呢, 我们相信上帝会放下一个力量, 让你可以变得很不一样, 也可以学习上帝永恒不变的爱来饶恕人, 所以我们一起闭起眼, 做一个祷告好吗? 请你把手手合起来, 闭上眼睛, 亲爱上帝,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透过这个小儿子的故事, 让我们看见你的爱, 就是这样的大, 就是这样的好, 就是这样子的来帮助人, 就是这样的来接纳我们, 绝书我们也会有做错的时候, 但是我知道, 你永远在我们回头, 跟你说对不起, 我不要再做的时候, 就是会原谅我的那一位父亲, 主求你也帮助孩子, 让孩子呢, 面对别人, 让我很生气的时候, 也可以像你一样有力量, 去原谅别人, 成为别人的祝福, 感谢耶稣, 把那永远不变的爱放在我里面, 让我成为一个勇敢, 懂得原谅别人的人, 奉耶稣的名, 祷告祈求, 一起说阿们, 其他下次, 在教会也可以听见故事, 一起来吧, 拜拜! Our great God, in this moment of worldwide crisis, we kneel before you in helpless dependence, crying out to you about the COVID-19 coronavirus that has spread over our entire planet. Father, we cry out to you in prayer for all the people in the Far East and Western Pacific, all the people in Southeast Asia, in Europ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in Africa, in the Americas. We confess that in spite of all our scientific and medical knowledge, this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beyond our control, and we cry out to you for your protection and healing. We pray for your sustaining provision and protection for those putting themselves in harm's way to care for the sick and dying. We pray for government leaders and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devising strategies to curb the spread of COVID-19. We pray for those working day and night to develop a vaccine against this deadly virus. And we pray for ourselves, that you will keep us from panicking and deserting our neighbors. give us the wisdom and discipline to follow instructions and take precautions to avoid spreading this dangerous disease. We pray also for the economic impact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having on our world and on each of us individually. You said if we have food and clothing, we should be content with that. Almighty God, use this time of crisis to focus us on the things that really matter. Help us even now to be as generous with others as you have been with us. But Father, even in the midst of this pandemic, the deep cry of our heart as we bow before you is the spiritually lost condition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seven plus billion people. We who are praying to you now, Lord God, are simply sinners who've been saved by your grace. And we long for millions of others to have the same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And so we plead that you would use this current coronavirus crisis to cause men and women, boys and girls, to think about life and death, heaven and hell, and time and eternity. And we pray that many, many will come to a saving knowledge of Jesus Christ because of this time of worldwide crisis. So help us, your people, to share the message and love of Jesus with all those around us and around the world. We love you, Lord. We trust you. We worship you. And we pray all these things through Christ our Lord.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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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亲爱的孩子, 大家好! 我是志涵老师, 好久不见了, 好想大家哦! 我要今天跟你讲一个 意大利文,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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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字?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哦, 这就是说, 亲爱的孩子, 大家好!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呢? Ciao, 耶, 没错, 钱志涵老师要介绍一个国家, 我们要来认识一个国家, 意大利, 你们看到这个意大利, 我相信有很多人, 他们这一辈子去过意大利当中, 发现意大利好漂亮,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认识这个国家, 意大利呢, 他的国旗, 总共有三个颜色, 绿色, 白色, 跟红色, 这三个呢, 各代表了一个意义, 绿色就是代表着希望, 白色代表他们的信念, 红色呢, 是意大利当中, 他们代表了他们的慈爱, 他们国家当中, 有一个爱在他们的国家当中, 意大利的这个国家, 很大, 也很多人, 他们总有多少人呢? 他们有六千万个人, 哇, 你知道台湾多少人? 他们有两千三百万人, 而意大利, 他们有六千万人哦, 那意大利这个国家, 他们以他们的国歌为, 自豪, 所以他们有一个叫做, 意大利人之歌, 跟他们的国家, 是他们当中, 非常非常引以为豪的哦, 接下来我们要再来认识这个国家, 这国家在, 欧洲的南部,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地方, 他们国家的形状, 很像是一个马靴, 很像是可以踢足球那个马靴, 你有没有踢过足球? 耶! 你有踢过足球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 当那个马靴一踢出去的时候, 好像把球踢出去这样, 他们的国家的上半部, 是阿尔卑斯山, 他们的最下面, 濒临着地中海, 他们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岛屿, 叫做西西林岛, 哇, 在那边有好多很有名的城市哦, 他们那里主要的是, 天主教, 基督教, 那边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都是天主教跟基督教, 感谢主, 那个地方, 他在很早以前, 就成为了一个基督教, 发展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 想到意大利当中, 你想到的什么? 哦, Espresso, 你知道这是你妈咪最爱, 跟你爹地最爱的, 也是志涵老师最爱的Espresso, 哦, 等你长大一点点, 你妈妈说, 可以喝的时候才可以喝, 那边还有什么, 罗马竞技场, 哦, 那个神鬼武士, 还有罗密欧与朱利叶, 还有什么, 那边还有音乐家, 那边是一个十六世纪, 欧洲文艺发展, 非常复兴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连现在, 米兰是一个时尚中心, 好多人每一年都在那里, 举办着很漂亮的时装秀, 接下来我们还要看, 意大利那样还有什么, 跑车, 意大利还有产那个摩托车, 那个重机, 嗯嗯嗯嗯嗯, 相信哪一天你爸爸就是带着你, 骑了一台Budica的跑车冲出去, 还有什么, 那里还有好多的艺术, 那里有很漂亮的教堂, 上帝使用了意大利, 他们祝福意大利, 让那个地方充满了智慧, 而且意大利人, 他们很喜欢笑哦, 他们很喜欢喝咖啡, 他们也很喜欢在一起玩, 很像你今天去公园的时候, 遇到好多好多的朋友, 他们在那里, 大人小朋友, 甚至连神父爷爷在那里, 都会跟着我们一起笑, 在一起在那里玩, 所以那边发展出了一个旅游业, 还有他们的观光业, 非常的发达, 他们的工业一样也非常的, 非常的好, 但是意大利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疫情非常严重的地方, 因为他们很喜欢跟人在一起, 他们喜欢拥抱, 他们看到朋友的时候, 就会对他们有一个亲吻的礼仪, 结果在这个时候, 他们居然就开始这样子, 不知不觉的传递了冠状病毒, 以至于他们现在国产有非常多的, 正在这冠状病毒当中, 接下来, 志安老师要邀请你一起来来关心, 要来为了这个意大利的城市, 你要爱他, 我们要一起来爱他, 为了他们的疫情来祷告, 他们原本非常非常多的人, 他们甚至有很多的神父, 因为却爱当地生病的人, 他们愿意牺牲着自己, 他们让自己去陪着这些生命的人, 甚至有一个老神父, 他因为好爱好爱当地的人, 他不忍心他们受伤, 不忍心他们不舒服, 他还把他自己所需要的呼吸器, 捐给了另外一个人, 让他的生命可以存留下来, 虽然这一位神父也现在已经跟耶稣在一起, 但是他的爱, 却是透过了上帝的爱, 传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 我们要来为了这个地方, 要一起来祷告, 为上帝来祝福我们, 意大利这个国家, 他们从以前到现在, 他们有很多很有名的这些艺术家, 科学家, 甚至这些声乐家, 上帝要使用意大利, 因为意大利是从早起初代教会开始,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从初代教会开始, 他成为了一个欧洲整个大陆, 他们基督教发展的一个地方, 上帝现在仍然继续使用意大利, 你知道梵蒂刚刚就在意大利的下面的一个小角落, 意大利他连接着法国, 连接着瑞士, 也连接着好多的国家, 上帝使用了意大利这个国家, 那我们要一起来为了这个国家一起来祷告, 这国家他们有圣彼的大教堂, 有密兰大教堂, 有很多的百花大教堂, 有马可天主教的教堂, 上帝使用这个地方有好多很漂亮的教堂, 这边他们有需要一起来认识这个地方, 而且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教会他们开始一起祷告, 他们开始一起寻求上帝, 所以在这个地方当中, 我们要来祷告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愿耶稣基督的真光, 安慰每一个现在正在不舒服的人, 你知道他们咳嗽的时候是不是很不舒服, 所以当他们生病的时候, 其实他们很不舒服, 他们很希望有人可以为他们祷告, 第二个, 我们要来为他们来祷告, 让我们的所有基督徒, 一起来为他们来祷告, 一起传福音, 让他们每一个人, 在生病的人, 在健康的人, 这时候都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 再次的要到上帝爱当中, 去知道上帝要什么去使用他们的国家。 第三个, 我们要愿神亲自带领这个政府, 知道要怎么样进行防疫工作, 而且要许多的医疗系统要足够的支援, 台湾真的很谢谢列书带领我们保护我们每一个人, 而意大利他们现在仍然缺少的呼吸器, 他们能缺少的口罩, 所以当我们台湾有能力, 或者世界各国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要一起来帮助意大利, 那意大利的政府他们有智慧, 他们知道要如何去帮助每一个家, 让他们的爬马马, 他们的工作, 让他们每一天他们吃的食物当中, 是有上帝供应, 而且政府也有策略帮助他们。 哇,最后一个, 我们也要来一起来祷告, 好不好, 我们就邀请大家, 我们就一起来, 把我们的祷告的双手合起来,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跟神来带领我们, 我们今天的祷告, 好不好, 邀请大家, 我们一起眼睛闭起来, 为了意大利,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向你仰望, 因为我们知道, 你已经带我们认识这个意大利, 这个从一开始, 就被你使用的国家, 他们现在的疫情, 有好多人的不舒服, 他们现在也需要很多的医疗资源, 他们也需要有更多的人, 要回到你的面前, 他们要寻求你, 继续帮助这个国家, 让主耶稣, 你的真光照在这个国家当中, 让每一个百姓, 他们的内里, 真实的认识你, 他们要再次的回到你的家中, 你成为他们的帮助, 也祝福他们的国家, 有足够的口罩, 有足够的防护衣, 他们的呼吸器也足够, 也祝福这个国家, 他们的疫苗, 可以赶快发展出来, 所有的疫情, 可以赶快稳定下来, 让每一个爸爸妈妈, 他们都健康, 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同学, 都可以快速的回到学校上课, 谢谢主耶稣, 请小孩的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太棒了,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